好 回來了 好 回來了 我們特意穿同一件衣服 讓大家以為我們是錄影 其實我們是Live的 不要這麼好笑 我們輕鬆一點 央視已經完結了 終於完結了 你看看 看都出來了 其實大家輕鬆一點 有些本土搞作 你是否有些分享 我自己會盡量寫文 例如剛才所說的 我自己有空無事 臨睡前想想想想想 又會想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要將它寫成一個看得到的文 又是需要時間醞釀的 我自己的Facebook專頁 就地政法專頁 一直都會收拾文去寫 視乎我個人的心情 狀態和工作量 就盡量收拾文去寫 大家可以批評一下 有興趣看看 是的 我自己的方向 會傾向多些 是關於政權方面的 就是批評王那邊 其實反而很多 可能我自己的Facebook 很多這些朋友 就是一個 可以成功的 很可怕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 你沒有在Facebook寫的 我沒有 我還沒有寫 我還沒有空寫 還沒有空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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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機會 趁現在說好才可以 幫我起了個稿 用不需要幫你 把央視開出來 還沒有空寫 給你去批王 我自己都會 當然我都會寫一寫 對王的批評 但是好像我之前說 我是理解他 為什麼會做一些 我認為不好的事情出來 但是 就不代表我能夠接受 另外關於政權那邊 我自己是更加 覺得很需要寫多些 因為我們那邊的 所謂建制派 是在講一個 橡皮圖章 那啦隊的形式去做 很開心的 他們鬥人工 只需要在旁邊加油 打氣支持 不是要化妝的 好吧 臉要白色 嘴紅色 那些 鼻藍色 那種 好吧 總之 他們 當然 可能政治氣候 有時候會令到某些人 不敢說某些話 始終我們面對國家的政權 仍然是一個集權的制度 仍然是很多 的機位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相信 如果沒有一個人 走出來講一些 建設性的批判 這個政權 未必是可以走到一個 對的 嗯 像我剛剛寫了 編論管治 那樣 就是 嗯 都是見到一些 舊朋友 又回想回頭 就是從六月開始 為什麼這個反修例 全香港人都要這麼辛苦 去反他 嗯 與其再講回他 整個逃犯條例 怎樣危險啊 怎樣差法啊 我索性 反過來用管治的例子 我就用新官費刑跟他說 嗯 就是 疫情初期 一開始爆發 那些地方 通常都是馬上就封城啊 禁什麼禁什麼禁什麼啊 但是那些人是反的 就是 例如德國就最搞笑的了 他限制你不准100人以上的集會 是 限制你四個 哈哈 那些人 就是他工作集會 不准超過100人 是 那些人就交很多個99人的聚會 就在那裡 嗯 就是慶祝 然後全部都拿掉了 全部都拿掉了 就是 就是 人性是喜歡反抗的 是 或者簡單來說 只要你對自由有損害 人就是自然 那個 最基礎那個反應就是反抗的 對 是 英國呢 就不是的 英國就反過來 他在疫情初期 他一開始已經提倡那個 群體免疫 是 是 製造這個免疫力出來 你 這個潛台詞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 你出去吧 你想睡覺就出去吧 我祝你身體健康 多出去吧 是 然後結果是怎樣的 他不是祝人身體健康 就是要不健康才可以免疫 哈哈哈哈 就是 總之他潛台詞 是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 英國人是怎樣的 就怕 不敢出街 最初那個感染就低了 其實效果反而更好 效果是好 你管很多的 是啊 就是 我經常覺得管治是一個藝術來的 是一個怎樣去運用權力的藝術 就是 什麼時間你都去用權力 一定是 你機械式達到這個後果 就是達到你的目的 很多時候都會帶來很多招頭爛壓的結果 就是逃犯條例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管治那個方法是有很多的 你不去用某些權力就不代表你是示弱的 嗯 當然這些事情就是從來都沒有人說的 或者可能說了又沒有聽 逃犯條例 如果你是政府你會怎樣解決 唉 逃犯條例 或者你會覺得這條條例是林鄭月娥提出 還是 不要那麼遠先 我們只是說解決那個部分先 OK 等一下翻轉 之後再 之後再翻轉 OK 大家逃犯條 大家都很亂 嗯 亂完之後 你現在 你是政府 嗯 你需要有一個很快趣的方法去解決 首先那你根本沒有可能發罪去解決的 對 你自己製造了這個這個局勢出來 沒可能突然間就會 obvious 叹 變回以前這樣的 其實 也有的 都不會的 都不會 要做些奇怪些 都不行 其他人派10萬 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ا正你下 National Day 你六月派就有zd в 你有時光機飛回去當然了 那你會說既然沒有時光機 在意識街夾這一個局勢 你想有魔法手隽叹 published 是沒有可能的 只能夠慢慢的 就是從你的管治慢慢開始改進 沒辦法的 你已經造成了這樣的樣子 你有什麼辦法 你只有兩個選擇 要麼就被這個仇恨螺旋繼續加深下去 一路按一路打 然後他又一路反 發到有一刻終於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六四重演 或者不知道什麼事會重演 例如The Day of Fire Treason 可能又重演 沒有人知道 可能真是個VSAT面具 沒有人知道的 如果他要選擇是這樣 你也沒有辦法的 但是我們作為香港人的一份子 就是你如果看到有可能 變成另一個方向的話 那就出聲了 那其實逃犯條例 是沒有得變另一個方向的 已經發生了的改變不了 但是之後做的事情 在管治上的方向 其實他自己是可以取捨改善的 再舉一個簡單一點的例子 有沒有印象之前有個法官 他去判那個藍絲斬人 就說他高尚情醋 說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跟我一樣 在那一刻都覺得 死了 都發自已死了 香港都不是香港 是不是 我自己都感受很深的 所以我自己都寫了一篇文 但是很快那個法官就已經沒有再審任何犯修例的案 換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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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政權不留意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騙你的 其實好像還沒有換掉了 那個法官 因為我有一個認識的朋友 他在排期抽到這個法官 排了 但是排到要審的那天就轉了 就換掉了 OK 現在暫時 你正在看的 好消息 近那些案都是這樣的 是 全部提升他審的犯修例都轉了 幸好有個律師打一打我 就是會的 他可以轉 沒有人保證 只不過近來都是這樣 好了 我們落一落時間 你做了登神 哈哈哈哈 oh no oh no 哈哈 OK 我們回來了 他會轉的 這個是一個 顯示一個訊號 我不敢說整個方向會轉了 但是 你說他是完全不理那個民情嗎 我覺得不是 嗯 當然我們當然控制不了他 聽多少、理多少 是 但是你說完全不理 完全沒有用 我不覺得是去到這樣的地步 嗯 嗯 嗯 我們在說管治的手段 OK 其實反修例之後 假設沒有一個疫情的話 其實香港都會遇到一些 他們說是因為反修例 就認到你的經濟差 這樣說 OK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口來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根本上本身那個國際經濟下行 香港現在給你一個任務 你反修例完了 疫情就出來 我當疫情那部分你不用搞 只要你搞經濟那部分 你會怎樣搞 如果 如果我自己真是有幸是可以影響到政策的話 我想經濟上一定是刺激我們內需先 刺激內需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誇張地富裕 比起全世界 香港是一個很誇張地富裕的經濟體來的 就是因為那個很不合理的樓價普末 是造就了很多民間財富的 嗯 根本內需的強勁是很高的 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東西都會進入口 全世界最高的律師費 不是 都不是 都不是 不是 OK 我想是刺激內需 如果讓我想 第一件事刺激內需 當然是從土地入手 嗯 即是無論是供應的土地也好 或者甚至乎是租務的管制 嗯 即是一定是從商家入手去刺激經濟 啊 對了 即是你如果要想 即是疫情之下 你要在全世界都是蕭條的狀況 你要刺激經濟 一定是從內需立 即是黃色經濟圈 就其實不是很刺激到經濟的 黃色是很傻的概念來的 但它不是錯 即是 又是同樣的 你不是傻 你傻而已 你這樣說 其實這樣說是不是很仆街 不是 其實我寫一個更加仆街的文 我不在這裡分享而已 好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我自己的想法是更加仆街 但是我不說什麼 哈哈哈哈 現實很多時候都是很無奈 即我不可以提出你錯 但真的不是好 嗯 即是 我很明白的 他看到想抵制這個藍色的勢力 他想製造一個黃色的勢力 黃色經濟圈都是其中一個目標和方向 嗯 但是這樣做呢 其實第一 有一個大台效應 是 大台效應 有一樣 第一 是鐵板一塊 你捆綁了很多人在一起 就會很歡迎很多人去藏 即是 會有機會藏污立舊 即是樹大有枯枝 嗯 即是有很多會做個黃的招牌出來 去做些垃圾出來 嗯 你一做這件事就開始有了 我沒有說 我不知道啊 是甚麼來的 沒有去過 咦?有家人不是欠聽的嗎 明顯是高燈粉絲的 這個人 哈哈哈哈 將我們的訪問肯定是有 喂 其實我想刺激你講 即是商家那方面 是商家那方面 還有 應該是這樣說 黃色經濟圈 那個概念很棒的 就是聽我表練 是呀 現在是說進不了商家的那條路 大的是進不了的 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給那個管治的權利 給那個imperium 嗯 你去怎樣去刺激內需 你會刺激哪些的商家 哪些的行業 去改善現在香港來的大蕭條呢 我想我不會全部一次過處理 是呀 但是那些商家 其實他們之前都掛了這麼多文枝文膏 我第一刻厚的 我都沒有甚麼興趣 我不覺得他們有需要的幫助 是 沒錯 我真的覺得是中小企 和市民是需要的幫助 嗯 所以我想我不會對他們有甚麼措施要處理 你這麼大間企業 你自己搞定的了 反而是 就是中小企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些 中務管制呀 或者是一些資助呀 就是去刺激內需 我覺得 其實管治的基礎 都是最重要是面對民眾而已 嗯 香港很慘的 香港你又要受政府管 又要受商家老欺 就是大商家老欺 它壟斷了那個經濟 無論是地也好 或者某些市場行業也好 它壟斷了 它造成它一個經濟上的霸權地位 就是香港人是被兩邊夾 然後欺負得很慘的 嗯 如果你在一個疫情之下 你說有經濟衰退要刺激呢 其實不用你大商家 你只能夠是幫市民 基礎的中小企 那所以你的管治的手腕 就會是去做租務管制 我覺得其中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設立租務管制 是 那租務管制就控制了 樓價就不知控制不控制到的了 至少商場的租金先 在生活上你會舒服些 生活價也是 是的 包括住宅 包括商鋪 就是租務管制 都是關於小一點的事 就是價錢低的東西 還有租租了當時的租務管制 是的 是的 都是關於小的東西 大一點不用 大一點自己吸盒 自己營運生存到的 那接著你就會令到香港 有一個更加好的營生環境 去給市民 其實我講到尾 真的兩個世界來的 中小企和基本市民的生活圈子 和我們香港走國際線 就是炒賣 上流的社會 真的是兩個生活來的 完全是 我自己做了這麼久的律師 更加感受很深的 你是哪一科的律師 我是事務律師 我是solicitor 就是跟elicit是有些關係的 冷靜一點 就是我自己的出身 因為我其實都是 本來不是打算找駱定輝上來 我自己都是上水大的 其實我都是公屋出身的 我本來都是一個 就是基礎市民 我都沒有想過 今天我會拿著一個牌子 坐著說話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在發夢 很老實 這麼像我的心態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是在發夢的 可能是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現在這一代已經看不到了 現在這一代 進入那個門檻 已經是越來越窄了 那個門檻越來越高 他們進入的路都越來越窄了 就是 難不難的 所以你就很大一身 經歷 就是感受到那種 譬如那些商業案件 那些很複雜的糾紛 其實我很多時候跟那些客人 處理那些官司 在說多少個零在後面的數 他們都不介意 然後我們在那裏做那些 就是你跌個零出來 都已經 都已經沒事了 上水整條村 都已經養了整個月了 都不知道要來做甚麼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真的差很遠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見過最高興的高興客 哇 這個內幕 一定有很多人想看 那些什麼 那些帳範圈 什麼障礙 不行 我們那個行業是有保密責任的 所以 你不說它是類似的事件 但類似我想最不喜歡是那些 我自己最不喜歡那些失蹤的客人 很煩的 就是我們律師的責任是要 代表了它就要代表到底 然後代表了它 做了個頭 然後突然間 沒有了個人影 我又要做到底 我被迫要做到底 還是潛逃了 潛逃了 找不到它 我唯有就要去法庭申請 解除代表它才能搞得好 如果說西 最西是這些 那收不到錢 都沒有辦法的 都沒有辦法的 實中 現在這個疫情之下 又更加多這些 其實都常見的 都挺常見的 都挺煩的 但不能追討 你再浪費自己成本精神時間去追 如果你沒有生意做 應該會去追 所以你去追那一刻 你應該都沒有時間 你應該都差不多收拾了 不是的 就是很煩才會去做這些 是的 你已經去到了 很賺到 我都說很忙 很忙 很忙有很多靈頭 重點就是我自己 很 proud of自己 我講政治這件事 我沒有想過 一刻想過需要靠政治去維生 就是我自己 在香港很灰的 就是政局很灰 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最不開心的是 我見到很多議員 都是靠那個 沒錯 那個薪金去維生的 他沒有其他政績 沒有其他技能 就是他就是靠議員 那個薪金 一直養著他 他沒有了議員做 不知道做甚麼好 不知道怎樣維生 王一環是不是 我不知道 是嗎 你不說 我知道我也不知道 那裏有哪裏 是算35個王兵文 70 70家 70家 70家王兵文 不要說頭 不要說 我又說 就是 我當然不會說這樣 就一定個人有問題 我都說他有問題 是 你都 央視石河心 我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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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誠實 你突然間 今天是10 今天是10 就是 就是 浸三 浸三 你以一個議席為生是很危險的 因為政治是一個很多利益矛盾的事 如果你再加上個人利益 還要說個人利益 是說你的生死存亡 就是你沒有了這份工作 或者這個議席 你根本就生不如死了 那你更加在有矛盾的時候 然後處理 更加有機會 判斷會出錯 但不是這樣 他們說 你如果沒有其他職業 你認真做議員 你的出席率會高些 那個所謂議會專業化 那件事 我自己也是認為是一個偽名題 因為實際上 以這個 現時這個分組點票 功能組別 你沒有辦法過半的情況 對方 你最多在民選的議會 可以做到一個半 你實際上做的是一個 阻頭阻勢的工作 就是在議會 可以發揮你的議員的功效 就是當有一些 對市民不好的政策 你去擋了它 讓它過不了 就夠了 那為什麼不專業呢 專業來做什麼呢 很老實 論述 論述 發言來做什麼呢 你發言或者論述 達現政治的不堪 有人聽 就是聽完 那些意見會改 會有改善的 你才有意思的 但是你的對家 根本就已經抱著政治目的 你怎麼說它都不會聽 都不會改的了 那你要這麼專業做什麼呢 改變對家的事物心態 如果有這麼容易改變 就不用這樣了 就是說兩句就改變了 這個世界就不是這樣了 那如果是向一個相反的方向走的話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選35個胡師傅進去呢 好像我們原本想著會出席羅亭輝 我在他Facebook都有說的 就是他一直鍛鍊身體 是啊 不打得都可以 真的 我看得很大隻 我都很羨慌 就是 左頭左勢可能真的需要這些人 他應該選擇他 我不知道 他有選嗎 我又不知道 什麼啊 他又不說話 沒有人說參選 他有選嗎 我不知道 你不要說我暗示 選手指啊 選 你看不到我口的 就是 實際是不需要的 那特別如果你說 你要靠那個人工去維持你的生活 就更加是令人會質疑你究竟 那在關鍵的時候會不會是有衝突 不是 譬如我們 我們很多真的做政客做了一輩子的人 其實 不是說他沒有其他技能 但其實他那個經濟是真的挺緊絕 是真的需要的 不是 就是很老實 為什麼這麼雲雲建制中 只有一個田北俊可以在23條走出來 因為他有錢而已 他不怕被人DQ 就算被人DQ 他不介意那個議席 啊 就是你沒有那個自由度 沒有那個空間 怎麼會出來呢 一個春袋不是被人掩著的 或者也是 或者你自己的關係利益 總之就是你自己有沒有辦法自立的 自己維生到的 嗯 因為我自己 我覺得我對香港的政界最心灰的就是這樣 其實回來也是一個本土派的主題 自立 沒錯 自己要搞定自己 除了人 我們的選民要自立之外 議員也要自立 真的 就是你一個是需要靠個議席的那個 新金的人 你信得他多少 嗯 當然我自己看法 一定 可以自己分析自己判斷 哈哈 很對 我們很同意你說的 是令他們聽眾需要高度的個人思考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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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立門檻 高度 即是沒有 是的 究竟有多高 沒有高度有多高的 總之是高度 人家雲粉還是自立門檻 哈哈 即你 國師那些 例子會常說自立門檻 其實是一個 風趣點的說法 大家又不要那麼 就執著了 我都沒有東西想補充 我只是說國師那些貼上有時是有些很意想不到的營養 是啊 一向是 其實很多人說話都有一些很意想不到的營養 我們平衡了 是不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嘉賓講的話 我們全部都相信 為什麼你說完這句 我有點擔心 又要提回 民主黨是胡志偉來的時候 他是說民主黨是會改革的 我們仍然在信的 我們平衡的 黨章扣了兩條的衝突 是不是民主回歸派 或者是相信這個 有改嗎 他說會警察 多謝通知 是嗎 我問他會否否否決這個財政預算呢 他說 積極考慮嘛 我看到那些初選的動議 但是說一說好像不會 積極考慮即是不會 積極考慮即是有機會不會 有機會不會 那你覺得要不應該呢 財政預算案是包括一些抗疫措施 有很多想立心和政府過不去的人 都是寧願不過 攬炒 但是對香港市民是否這樣最好呢 我又不是很確定 很老實 我覺得你要捆綁大家一起去反對他 我覺得未必是每個選民都支持你 我覺得其實 為什麼我說最好就不是100萬個選民監察10個位 是10萬個選民監察他那個位 然後他們每個人按他們自己的選民去投票 那不是捆綁食頭的 那就沒有了他們的大台 嗯 那就開始 35plus的意義 我的看法35plus的意義 就是只需要35plus 不是建制派就可以了 其實35plus的意義 是說35plusn 那個n才是重點 即是n是甚麼 n是那個 你預算每一次會議會缺席的人數 這個 n must be negative 那個困難就是這樣 當你變成一大塊的時候 你每一次就要提心吊膽 死啦 今次誰不來呢 死啦 今次誰會按錯鍵呢 死啦 就是為什麼要全部350萬人一起去擔心你那些人 那為什麼你不讓我們分35萬一個人 一堆人頭一個 就是其實每一個議員 是為了自己和自己的選民負責的 會好過你這樣變成一大餅 所以他投票呢 其實是應該去投他自己那個人 和他背後的選民基礎的意願去投票的 不是 不是 所以就是要confess 我是自願的 好了 你又來央視自監 是自願的 OK 是自願的 OK 不是我們引導的 我不是法官不引導的 我們集團團局都會變成分化了 胡志偉那集都會變成分化了 是啊 他們說我們是熱狗 我明明說明叫人去投票 不要投8票 投了票才可以 反而那些人說我為什麼叫人投8票 反而最大團結是Jimmy 我最大團結是我 其實我雖然覺得是35萬很難的 但是我幫他們贊成你的 可能做得到 但是我覺得只要是35萬是非建制 我覺得是很有趣 黃色經濟圈我覺得是 不是很mature 但是值得做的 摸索當中 我會形容是 暫時是天真幻想的階段 但是是值得做 不會說它錯的 文革都是叫摸索期 是可以摸索下去 至於怎樣做 可以摸一下摸一下 順頭摸乖 由底層的零售 變成高一點的批發 可以控制整個和尚制片 其實是大家要想的 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都是一些 平時民眾會接觸到 多些的店舖 會留在那裏較長的店舖 還有經營成本 不會要很高的店舖 其實是好事來的 這些中小企本身 在疫情受的影響最大 最需要幫助 你再可以借這個機會 去凝聚一下民意 限於那個高度 其實都OK 其實最慘就是 當你什麼時候都要大台 基本上就要黃 就要吃 就容易藏烏立救 為一種大險 在年燈樓看到一篇文 哪裏看到什麼 鬼燈 鬼燈 你想爲什麼網 你是鬼來的 你是鬼 他有一篇文 那篇文就是 在年燈樓都會有些DR公司 有吹奏一些東西 大家明白 那些公司 都是出post 一看一看一看 那篇文就說 我支持 嘟門 因為它是黃色經濟圈第一店 即第一的黃色經濟圈 的龍頭 所以我支持 嘟門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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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屯門兵室 屯門兵室 屯門兵室 我支持他 因為他是大頭 接著下面有人問 為什麼大頭我就要支持他 接著他就說 因為他最大 所以我就支持他 難怪那個人支持斯洛華 你是不是要支持習近平 這個很大 我覺得他 因為他大 所以我支持 那一段時間 是一個投機派 或者是 即是怎麼說 勝利球迷 勝利球迷 其實勝利球迷 背後的心態 其實很簡單 一個字就概括了 即是 不介意得罪講句 其實就是 央視時間 就是 懶 懶 不用想 不用思考 不用煩 他代表我便可以 他幫我做便可以 不用我搞 然後 下面有人問 為什麼要經常吹奏 屯門兵室 大把黃店需要幫忙 然後就變成分法單 對 又變成分法單 我覺得我們高登課金 那條連結都是黃店 是嗎 哪裡 不是嗎 現在進去課金連結 按一下 是啊 我們有高登式的連儂牆 課金的時候 你留言 就會顯示出來 會不會 是嗎 好像不會 好像還會 好像還會 還會 真的 真的不知道 在座 在座 我們三位 誰會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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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我們這些是業儀主持 其實是按上下的 我們叫做素人 要是 這個是世界趨勢來的 素人 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 這個叫做大台一體法 要反對這個鐵把快 就是因為我們素人 OK 是不是這樣說 好吧 隨便吧 我不是很想叫自己做素人 我總是想起其他東西 你總是想起什麼 你總是想起什麼 我總是想起其他東西 我控制不了自己想起其他東西 所以 突然聽到你的兩個字 有一點 你不是摸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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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拿個炸汁機 就是拿個炸汁機 那種執藍 那種執藍 我以為咬借那些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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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咬借了 黃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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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黃標 真是糟糕 激死 不止黃 靠叉那個 真是激死 不行了 OK 我們講一些正經的 因為 我們講經濟 香港的經濟命脈 其實幾十年來 都是很國際的城市 來的嘛 那 本土派 就是叫做很本土 其實有些人很誤解的 就會覺得 你本土是不是等於孤立 是不是等於跟那個世界是不接觸呢 好了 那你作為一位 就是叫做知識分子 算不算 算了 知識分子 哈哈哈哈 即是因為央視嘉賓 好了 那你真是可以講一下 其實在那個叫做國際格局 國際的經濟形勢上面 香港可以用什麽的方法去自助呢 我們是配合 還是不是 我們呢 就繼續 就是自己做黃店 怎樣怎樣就可以了 這樣呢 我想 這個世界可能都面對著一個 將會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就是在這個疫情 前已經開始 不過這個疫情就加速了這個趨勢 就是視乎 世界和中國那個關係 會有改變 因為在以前的幾十年 那個經濟 中國那個經濟 一直增長 都是靠 它那個低成本的生產力 很多外國的勢力都會 在中國投資去製造產品 從中是賺了一個差價 所謂的全球化 都是其實從中國這件事開始的 那 似乎這個疫情 當然疫情之前已經開始有這個趨勢 但是這個疫情就更加加速 是世界去反思 究竟這樣的模式 是不是真的對自己的國家是有利 那你見美國就第一個 是已經舉手 就說覺得這樣沒有利 要開始跟中國的關係要斷 或者甚至還未去到斷 可能起碼要減少 或者甚至要逐步斷 其實斷斷了 看到它有很多措施 它想這樣做 當然它旗下的美國商家 也不一定全部跟足 就是都是合華 那些發展都沒有人猜到的 最現眼的那個措施就是 它自己的親戚戴的口罩 寫著Made in Taiwan 是 就是其實你做這件事 其實都會斷的了 都知道是 都會斷的了 大革局是這樣 那會跟 即香港的定位 都會跟以前 都可能有些不同 以前是全世界都想找中國的時候 香港做那個中間的橋樑 那個角色非常順風順水 即是貴婆 是 是 順風順水 貴婆 扯皮料 即是吃正 我反駁不了你 所以我唯有停頓 即是吃正正 順風順水 這樣就 賺到很多 估不到的錢 這樣 是 是 反過來 在世界逆轉的時候 其實 都有機會是 反過來的 即是 當中國需要 去 跟世界聯繫的時候 想辦法聯繫的時候 這個就會是 再前一些的中國 即是可能是 八九六四之前的中國 他是嘗試要跟外地聯繫 要經香港去跟外地聯繫 當然 香港都做了中間人角色 即是 未必就是這樣 整件事就斷了 我覺得 我覺得 香港 那個 處在中國 和世界中間 那個 夾縫 那個地位 是 一直 暫時都會維持 雖然 好像很多方面的 樣貌 都看 都令人覺得 不會 但是我相信 去到最後 都會是 維持 那 香港人 就是 香港這個地位 其實 就是 就是 世界和中國的橋樑 這個地位 都不是很關小市民的 就是 除非小市民 決定要攬炒香港 全部停頓 搞到香港 連做一個 就是機場又刪 做一個國際的 運輸中心 或者金融中心 都做不到的功能 那就是香港 才做不到這個地位的 但是 否則 就是如果只是維持 一個不滿的狀態 就是 市民是不滿的 這樣 仍然都會做到 那個角色 嗯 就是 我自己看 是不會 就是 除非是去到 這個 之前那個風波 那麼高的 動蕩 反政權的 層次 否則 香港仍然都會 繼續這樣做 而我自己看 香港那個反對 也都 應該不會再 升功到那個層次 因為 你做政權 你見過一次這樣 你怕黑的了 哈哈哈哈哈哈 當然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推算 就是 你不會想 是這樣的 他們不是怕黑的 他們是勾結黑的 你說他們怕不夠黑 對 怕不夠黑 他一定要擺這個姿態出來 因為他們是對的 是的 他要壓制他 他要 鬥贏他 所以他們的打鬥 是會很激烈的 是的 當然 可能會是一個 慢慢就會開始 連小事都會起很大的干戈 都未定 這個我也不知道 但是 只要一天 還沒回復以前那個 動亂那個level 我猜 當然 國歌法二讀 其實國歌法的危險 在哪裡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律師 在玩東西 我就是想問你這個問題 可能就是 如果 或者簡單說 你有一個印象 國歌法危險 不想讓他過 這個印象是怎樣 如果普通百姓 未必是這麼熟悉新聞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 當你過了國歌法 我們起床 立正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就被人告 其中一個我看到 近來宣揚得很多 是這個擔心 還有沒有 其實 等同於這個 四人限罪法2000 那個道理 就是他可以濫用那個方式 是啊 即是他一定是找一些法律 根本上是沒有人能搜到的 想不到 在黃國十字路口的人 聚集的時候 無端端過國歌 全部都中了 然後 因為所有人都搜不到 他就可以很隨自己的心 去選擇哪些人去搞 這個其實是中國的法律 運行了幾十年來都是這樣的 是 他所有的環保法 勞保法 那些 那些 全部 你是沒有可能搜到的 於是 他就等同於政權有個工具 我隨時可以找到你的痛腳去抓你 所以我們一般 就是老百姓那個 一開始 你立國歌法 你第一個戒心 就是源於對政權不信任 是走不掉的 那個陰形 是不是 但是 但是其實如果你看回那個草案 當然我不敢說它是最終定案 也不敢說它會不會有修訂 但是其實它已經限制了國歌 是什麼場合才可以播 什麼場合 那個場合 指定那個場合播那個國歌 才要守那個國歌法 是 所以 但是我不會說它很值得快些通過 快些過很開心 它過當然是不開心 你們剛才說的那些擔心 全部都是有可能實現的 但是如果純粹就著武實的角度來講 那個國歌法是 未必是去到影響那麼大 就是其實你是走這個武實主義的 絕對是 我只是走武實主義 就是沒有任何一些 一些叫做感情上 或者不服氣 就覺得 要是現在說 你國歌法你強加我們 就是你令我感情上受到傷害 感情上我很敏陣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其他議員 會幫你處理那些敏陣的 他們會帶你去商場唱歌 會帶你示威遊行 那你的敏陣會處理的 所以我一直都不會反對他們 他們是有他們的功能的 好 那我們再休息一晚 明晚回來我們會有問答王人節 好 還有會再說一些更加深的事情 對啦 大謊